嗨,大家好我是Darrel 之前我們分享過N8n搭配MCP加Cloud Desktop 組合成數位的vibe N8n 那因為有收到一些回饋 所以我想要重新錄製整個過程 讓大家可以一起來使用這套流程 那它的組合其實蠻簡單的 就像畫面上看到這樣 如果你有買Cloud Pro方案的話 你會有Cloud Desktop的Project可以使用 所以我們會很仰賴於Project的這個功能 那再搭配M8n自己的NCP Server Trigger 就可以做到這套這樣的vibe N8n 那它想要實現的目標就會是 你給它適當的prompt 那它就能產生一個相對完整的M8n workflow 那我覺得這一點在 用這個方式目前還是比較穩定的是因為 Project可以上傳自己的template 當作它學習的依據 那因為台灣有很多的情境 比如說用到Line之類的這些模板呢 你可能先需要上傳怎麼樣使用Line 不然它就會誤會成是M8n原本的那個Line的節點 那這邊用的是Line Notify 那可能就會相對的不適用 大概是這樣 所以它可以依據你原本就成功的模板 再去根據你新的需求 來組合出一個你新的模板 那這邊會是我們等一下在M8n這邊設定的節點 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開啟一個NCP的Server Trigger 再接上四個Tour 那這四個Tour其實就是蠻直覺的 第一個就是去拿到Unbound workflow 第二個就是比較重要的建立Unbound workflow 第三個是更新 第四個是搜選 那其實如果你真的只需要建立 你可以留第二個就好 不過因為我們可能會希望在未來的維護是你可以用你的Prom 去請它先去搜選哪些模板 再根據這個模板的結果 來去更新或是新增新的模板 讓它自己有一個參考 我們幫它線上模板的一個功能 那為什麼會選Cloud的Desktop加Project呢 一來就是CloudDesktop本來就有那些MCP Client的功能 所以可以跟剛剛的NCPServer Trigger做結合 第二個呢是因為它現在可以上傳的Night覺得量蠻大的 以這個截圖為例 我上傳了我自己16個的12個模板 再加上一些Prom的調整 其實我只用了5% 所以它還是可以有很多的空間來上傳這些模板 來增加它思考模板的能力 好那這邊呢 我們應該會用檔案的方式直接分享給大家 所以我就不帶大家從頭開始建立 但我們會一個一個來看說 它裡面在幹嘛 比如說我們會先建立一個 NCP Server Trigger 下面就依序去新增這些Tools 這個Tools會是這個 Koenbarn workflow tool 所以其實它就是4個指流程 4個Sub workflow 那也可以看到每一個的設定大概長什麼樣子 比如說 它就是會先去描述說這個Tools在幹嘛 所以 以這個 以這個例子來看 如果你需要用Wordflow ID去取得 Wordflow的Json的話 你就需要提供Wordflow ID 並且會使用這個Sub workflow 打開來看你會看到非常簡單 它就是會把Wordflow ID送進來 然後根據這個ID去取Json 蠻單純的 那可能第二個比較重要 它是Create nbarn workflow 它就會去建立這個Wordflow JSON 那這邊一樣 我們需要去敘述說 當你今天需要Create nbarn workflow的時候 你就會使用這個Tools 而且你要Parse整個Wordflow的JsonStream 那這邊也會接到另一個Sub workflow 一樣打開來 就可以看到一樣就是兩個節點 它會把Wordflow的Json送進來 並且傳進來這邊來做Create 剩下其實都大同小異 像Update也是 只是Update要給的欄位可能多一點 你可能要給我ID跟Json 同時都要給 那再看它的Wordflow 它就是一樣 給出這兩個資料之後呢 去做更新 那社群就相對更 簡潔一點 它會跟剛剛的Get ID差不多 但是它用名字去做搜選 所以這邊我們會用 Keyword的方式來做搜選 那打開這個Wordflow 你可以看到它一樣把Keyword傳進來 再來這邊就是用GameManning的方式 搭配Filter Name 來做一個篩選的搜選 比如說到你搜選ABC的時候 它就會 會傳給你 任何名字有包含ABC的Wordflow Json 那到這邊其實很快 它就直接設定完整個NCP Server Trigger 也就是未來你今天想要 串接其他的NCP服務進來的話 一樣就是去打開這個Tool 那你可以先看看說 這邊有沒有你要的這些Tool 那如果沒有 你可能才會去自己 新增一個 SubWordflow 或是其他的機制 來達成你要的目標 好 好 那這邊我們基本上就是 帶過整個NCP Server Trigger 這邊怎麼設定 那再來我們就會設定 Cloud Desktop那邊的部分 再來我們回到 Cloud Desktop這邊 這邊你如果是Proven案的話 一樣就是進來的 Project這邊 可以Create Project 那你就可以去 比如說Nmine的NCP 然後Level076 這邊你可以隔天隔不點 然後就建立 到這邊你就會建立好你的 Cloud Desktop的Project 那我們剛好看到 剛剛在簡報那邊 我們這邊就會上傳一些 我們的指令跟我們的模板 那我們這邊就來示範 怎麼上傳Wordflow 那我這邊之前就有一些 我自己有公開在網路上的一些模板 然後我下載下來 到時候我們也可以直接去下載 或是我會準備一個答案給你們 那這裡面就會包含我之前上傳過的 所有的Json 那一樣就是把它全部選 選起來按打開 它就會一個一個的 上傳到Project的 knowledge裡面 那上傳完之後 你有看到先 因為這次模板 模板比較多 所以它到了6% 然後呢我們希望在這一個模板 我們在做的時候 它就會把 就是當我下一個Project 說我要建立一個M-M-W-F-L的時候 它就會知道要幹嘛 或是中間有些流程 那我這邊會在 通常會習慣給它一段 test content 然後跟它說就知道 我的Project 那這段Project在做的事情 就是蠻 算是一步一步的規定 它說它該幹嘛 譬如說我當今天要建立 或修改我的工作流程的時候 你需要先幫我建立一個新流程 那我會需要你先幹嘛 譬如說你要先確認說 股價的Json大概這樣 就是我沒有要他M-B-A 先 我沒有 也就是說我沒有要他 直接去建立M-B-A的流程 而是他先思考一下 這個流程它會怎麼建 並把這個流程 用文字的方式互選給我 先讓你去確認說 他想的這個流程 大概是不是對的 那如果是對的 就沒問題 那如果不對 你就可以及時的先叫他修復 而不是他直接建完 模板之後再來修 那時候就會很麻煩 那再來呢 他也會確認說 例如說有些 節點他需要一些Credential 或是某些變數 他可能都會先跟你確認 那這東西就有點見仁見智 我會希望說他會多 跟我有確認的空間 那我可能有時候就是 也懶得 請他 設定我會直接 他就要略過 也可以 但就是至少 你先讓他思考過 哪些東西是先 該跟你確認完的 他再來準備好所有資料 再建立Wallflow 大概是這樣 那 根據這個指令呢 他就會 依序去建立 那 現在 也設定完project了 剩下就是所謂的 NCP的 server NCP的config Cloud desktop的 mcpconfig呢 會在 這 Cloud desktop的setting裡面 然後你選 developer 然後按 addconfig 那再來打開你的 Cloud desktop的 ncp 就是這個config json之後呢 你就會把這一段的 json貼在這邊就好 那這個url 就會是你剛剛在 你的ncp server 複製的那個url 然後這邊會是 你取的一個名字 這邊建立完之後呢 存檔 然後重新啟動你的 Cloud desktop 那理論上就會看到這個新的tool 跟mcp server的出現 那我們回到剛剛的mcp這邊 然後按一下tool來檢查一下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就出現 這邊會出現說 你剛剛設定的這四個tool 跟我們取的名字 那我們把mcp076 那基本上這邊就完成了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設定好了 我們剛剛設定好了三大東西 一是unbound的mcp server trigger 二是Cloud desktop的project 第三個是 Cloud desktop的mcpconfig 這三個建立完成 然後你在tool有看到這些 mcp tools出現 那基本上就完成了 設定完成後 我覺得我們就可以來做測試 那這個測試的場景會是這樣 我們請 nbound幫我們建立一個workflow 叫做 用line 來當作預約系統 那這個預約系統呢 會接收到使用者的訊息 然後根據使用者的訊息 查詢日例是否有空 有空的話就新增 沒有的話就是 重新提供時間給使用者 沒問題 就把project送出 那我們來看一下 nbound會 詢問我們哪些問題 是因為我們開始在指令裡面 有請他說 要先去思考workflow的框架 然後跟一些確認的訊息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說 他列了幾個部分 第一是跟你確認需求 二是初步的股價跟流程圖 那你可以根據這個流程圖來判斷說 嗯 cloud思考的方向對不對 那如果對就沒問題 那如果不對 你可以在這時候就跟他 做來回的溝通說 你覺得他想的不對 那他應該要怎麼樣去思考這個方向 那需求確認這邊呢 我可能就會繼續去回答他說 我覺得我的預約時常都會是一個小時 那再來就看說 cloud在判斷之後 他還會想跟你確認哪些項目 那正常來說 他都會把你還沒回答的問題 再問你一次 那這時候 如果你不想要回答這些問題 你就可以直接 略過 然後請直接建立 通常這樣他就會 會開始 根據剛剛的那個框架 去建立WFLO 你可以看到在這邊 他其實就開始會去 準備WFLO的JSON 然後準備使用 Create UnboundWFLO這個MCP Tool 那這邊要等他一下 因為通常在產生這個JSON的時候 都需要等蠻久的 但也不要太久 大概 一兩分鐘 或是甚至三到五分鐘等等 好他準備完JSON之後 就會彈住一個視窗 請你允許他來調用這個Tour 那這邊當然就會允許他 那到這邊基本上 就已經完成了 你可以看到 他跟你說 整個WFLO跟工作流程 已經成功建立 然後他建立了哪些東西 這個時候 你不一定要等他 講完 你可以直接回到你的N8N 然後重新整理一下這個WFLO 你基本上就可以看到說 有一個新的WFLO出現 那這就是剛剛Cloud幫你建立的 打開來之後 可以選一下TidyUp 那基本上 這就是他剛剛 按照他原本思考的框架 去給你的一個WFLO 那到這邊 如果你有看到類似的畫面 那恭喜你 你的第一個Vibe N8N 的專案 跟測試 就已經完成了 那再來你就可以去 測試看看說 更多的Prom 然後N8N會幫你建立一個 怎樣的WFLO 那可以記得說 之後你在做其他的 模板的時候 你可以把做完的模板 也下載下來 然後再重新的上傳到 Cloud Desktop的Project 讓他學習這個新的專案 那他就會有一個新的知識 跟模板的一些方向 那到最後呢 如果你累積的模板夠多 你其實還可以反過來 去請他思考說 根據現有的模板 他會不會給你一些idea 或是建議說 下一個模板該做什麼 或是他根據現有的模板 他可能覺得 未來還有哪些主題可以做 這也是可以嘗試的方向 那我覺得我們今天的 發理班班 一個蠻完整的教學 就在這邊 那有問題的話 可以在YouTube下方回應 或是直接找到我 在IG或是3上 來詢問我遇到的一些問題